请师尊原谅弟子以前的愚昧无知 这是什么情况 弟子原先以为师尊根本不关心弟子 直到第三场比试之后 弟子才明白师尊往日的一片苦心 不是吧 你原先的师尊何止是不关心你啊 他是真的罢不得你死啊 你到底明白他什么苦心啊 从前往后弟子一定尽心尽责服侍师尊 为师尊之命侍从 我的天这心格也太纯凉了吧 救了他一回 以前的打骂灵虐全都忘光了 你明白就好 先起来吧 还有什么事吗 师尊睡了许多天才醒 不知道是否有胃口尝尝弟子做的粥 粥 还有非常有 师尊我马上回来 这么贴心啊 虽然按理说挨过壁骨就不用进食了 但这不觉得心意我怎么能浪费呢 师尊粥来了 这么快这是你刚做的 弟子不知道师尊什么时候醒来 便每隔一个时辰做一道粥 我真是用心呀 师尊不烫吗 还是放在桌上吧 为师下床吃 啊 拨 居然这么好吃 血白的粥鸣 配合细碎的葱花和鲜美的肉末 还要恰到好处的酱丝 比起清净风一天到晚的宿宅 这细腻的调和手法 简直就为了让人落泪 味道不错 师尊若是喜欢 弟子每日都给师尊遍着花样做如何 师尊 你收后宫的中用台词 不要突然对着我说呀 没事 师尊 不喜欢吗 不 为师很是喜欢 那今后这些就交给你了 多谢师尊 我也是没事了 你去忙你的吧 师尊可还有什么需要的 不用了 你下去吧 那师尊好好休息 弟子退下了 谢头 无剑深渊那里的剧情 真的非走不可吗 若洛宾和错过无剑深渊剧情线 主角爽度减一万 一万 洛宾和不被打入无剑深渊 后期金手指剧情 将无法开启 主角爽度会被严重影响 故请贵方严格完成任务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我也不是来说 我们下一个座ум的事实 这是有声让的楼 我们下一个消息